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源老师 我们现在来到新年度法院组织法的第一讲 首先请各位同学打开课本的第八页 我们先来讲一下 要进入法院组织法这门课之前 我们的准备要领 那首先第一大点 命题趋势分析 一命题形式 那记住 整个法院组织法的一个命题形式 就是生论题型 那目前考这个生论题型的法组同学 有两种同学 第一个就是四等法警同学 第二个就是三等书记官同学 而四等法警同学 你总共有四题法组的题目 三等书记官同学 你有两题的法组题目 那目前我们就以四等法警同学为主 好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行 首先生论题的考题 你有九十分钟 所以换句话说 九十分钟要写四题生论题 那各位同学 所以你拿到的这个答案卷呢 总共有八大面 八大面的答案卷 所以非常好配置 一题就是两面 四题就是八面 那同学切记 你不要说这一题我很会写 我两大面写完之后再继续写第三面 这对你是没有帮助的 为什么 因为生论题提醒的考试 最好四题可以平均配分 平均配置它的篇幅 所以你一题写了三大面 你无形中就会排挤了其他三题的作答的篇幅 还有其他三题的分数 OK 所以同学这边很简单 一题就是两大面 四题就是八大面 但是一题两大面呢 有时候要写太多字 所以最理想的状态就是 一题要配一面半的篇幅 同学听清楚 你都已经准备一年的考试了 只要考到生论题 一题至少要写一面半 你不要一题只有写一面而已 那同学这个分数还是会有落差的 OK 好 所以九十分钟之内 四题的法主考题 有八大面的作答 所以最理想状态就是一题一面半 因此这个就是在测试你的比试功力 所以如果现在同学 你写字速度又慢又丑 那我相信你在考国家考试 有关生论题型一定会很吃亏 所以这个同学你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平常要练写字 来 那我们紧接着看第二大点 命题内容 那同学 其中在民国八十六年以前 法院主持法只要备备考古题 轻轻松松拿七八十分 但是从民国八十六年之后呢 法主不再是考古题 随便背一背写一写就七八十分了 因为八十六年进来了一个学者 来这时候同学你打开你的课本 第十页 课本第十页的底下有个是 参考数目 来同学我们看第一个史庆普老师 也就是民国八十六年的时候 史庆普老师 他开始进入整个法院主持法的出题老师 而他的书里面有非常多的 他对于法院主持法的一个个人见解 有时候我们称为独门暗器 所以从民国八十六年之后 法主就不再那么容易拿七八十分了 所以你一定要攻破整个史庆普老师的课本的东西 再来出现吕丁旺老师 他妈看到第三大典 吕丁旺老师 那近期呢 整个法主出题呢 也都聚焦在第二大典的江士敏老师 所以这三个老师的法主教科书 各位同学 你放心 也不用去买 先把我们这个课本 老师所教的整个法主的内容 当然这三个老师内容都会在我们的课本里面 你通通课本都读手了 行有余而力充足的时候呢 再去看这三位老师的教科书 OK 但是同学你不要马上去买哦 请你至少先把我的课一整轮全部上完 而且课本全部都熟悉之后 也会深论题作答之后 再去看看这三个老师 有没有哪些是我们遗漏掉的 或是哪些重点我没有补充到的 那同学你可以去买这三本书来做检测 好吧 但是一般上榜同学的经验都认为不需要 因为老师的课本的内容够多了 OK 好 那可以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第八页来 所以因此呢 整个法院组织法 这三个老师加进来之后呢 我就把整个法院组织法的考题 分成三大类型 来我们看一下 第八页的底下 左边叫传统题王 这个就是历届以来法组的传统考古题 再来就是我们近代呢 整个法律的一个修法的脉动 或是新的有关法院组织法的一个概念 会发表在不同的各个报章杂志 或是新闻的时事题 或是立法院的修法 那这些也成为法院组织法重要的考题 所以把它称为进来趋势 再来还有些冷辟型的题型 这右边叫冷门考题 所以我把整个法组的初题 分成传统题王 进来趋势冷门考题这三大类 那这三大类总共有几种类型的考题呢 我们看到第九页来 整个传统题王大概有十九题 进来趋势也就是修法的趋势 或是新的法组概念的讨论 在报章杂志里面的讨论呢 这边我大概收集了十九题 然后右边冷门考题里面有十六题 所以同学你放心 在我们整个法组的正规课里面 这三个类型 传统题王十九题 进来趋势十九题 冷门考题十六题 我们通通可以一网打进 那同学不要取巧 因为法组是你这个类科 深论题的决胜负关键 尤其是四等法警同学 因为你的刑法跟那个行政法是选择题 大家一翻两瞪眼 所以大家的决战点在哪里 在刑事诉讼法跟法院组织法 所以一题都不能少 所以传统题王的十九题 进来趋势的十九题 冷门考题十六题 我上课通通都会交代 同学你每题都要会 因为既然进入了国考 这个领域 我就是要考上 要怎么考上 全部通通都把握 尤其是深论题的考试 可以吗 好可以之后呢 来那我们看到第九页来 来第三大点 命题范围 那老师 那我是不是只要把法院组织法 这一百一十五条熟悉就好 那当然这是以前传统的 现在法组他所延伸的概念可多了 涉及相关的一个单行法规可多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一行 决定法院组织法 来同会把法院组织法五个字画起来 好决定整个法院组织法考试的成败呢 好我们除了必须去熟悖 好他一百一十五条的这个内容之外呢 你还要认识从宪法层次 一直到司法院 到涉及各个相关法院的组织 所以法院组织法不单单只是法院组织法了 你还要去了解宪法层次的法院 还要去了解司法院 还去了解司法院底下各个法院的层次 这样你才有办法在法院组织法这个类科拿到高分 所以除了第一行前面 法院组织法我们要理解之外 来第二行后面 同学画起来 我们也要理解宪法 宪法征修条文 相关大法官会议四字号 那同学这个大法官会议四字号呢 从民国一百一十一年一月四号就没有了 因为整个大法官会议会被宪法法庭取代 那同学这个宪法法庭规定在宪法诉讼法 所以我们继续看 所以有相关的大法官会议四字号 我们要了解司法院组织法 行政法院组织法 还有最近新增订的 叫做惩戒法院组织法 以前叫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 那现在改成惩戒法院 而规范这个惩戒法院的叫做惩戒法院组织法 还有宪法诉讼法 有没有 所以同学 宪法诉讼法 新增修一出来之后呢 将来宪法法庭就会取代大法官会议 由宪法法庭透过判决来统一解释法律 这个应该是今年跟明年这几年重要的考题 所以我在法组的正规课程里面 也会做分析 这不就是进来出题趋势吗 进来的趋势吗 有没有 宪法诉讼法 还有行政诉讼法 还有公务员惩戒法 最后话到这里 还要了解相关的民刑事诉讼法 你看 所以法主要拿70分以上 这些法规通通都要会 所以同学我们看一下版面 好 首先第一个 我们除了了解法院组织法之外 这样是不够的 还要去理解宪法 有没有看到 宪法征修条文 还有相关大法官会议四字号 那同学 这个大法官会议四字号呢 将来就是会被宪法法庭来取代 由宪法法庭来统一法律见解 所以宪法法庭会透过判决的方式 来取代大法官会议的四字号 再来也要去了解司法院组织法 行政法院组织法 还有这个惩戒法院组织法 同时这最近新修订的 将公务员惩戒文会改成惩戒法院 所以惩戒法院组织法要会 再来就是重要 超级重要的 宪法诉讼法 还有行政诉讼法 还有公务员惩戒法 还有相关的民行事诉讼法 所以这边通通画起来 所以同学不用紧张 我们的课本里面 通通都会分析 这些相关法规 OK 所以第四号 如此才能突破整个法院组织法 法院组织法的迷失 什么迷失 就是很难拿到70分的迷失 可以吗 好 说通话 这个我们还是要注意 OK 好 可以之后呢 同学们看到第十页来 二 整个准备方向很简单 首先先了解刚才我们说的 传统提网的提型 那整个传统提网提型都会之后呢 我们再向外扩散到 进来趋势跟冷门考题的走向 好吧 所以同学这些 就请各位同学配合我的课程 一步一步慢慢来累积 你法组的功力 OK 好 那最后三 准备要领 有六手 来第一个 要熟悉历年来法院组织法 重要的考古提型 那同学我们等一下课本会往后翻 老师收集了从民国80年 一直到109年所有法组的考古提型 所以这第一个 这个交给我 第二个 你要熟悉整个法院组织法 115条的这个条文还有条号 同学这边我要求条号也要会 为什么 因为只有115条而已 好 那同学不用担心 课程上也会带各位同学来走 来 第三点 熟通涉及法院组织法相关法规 的时代变化还有基本概念 进而一并统合 这边就是告诉你 从考古提型一直进化到进来趋势到冷门考题 而且相关的宪法 宪法征修条文 大法官会议试字号 司法院组织法 行政法院组织法 承接法院组织法 宪法 宪法 行政诉讼法 公务员 承接法 相关名刑事诉讼通通我们都要会 这样才有办法从传统考题 一直跨到进来趋势跟冷门考题 OK 来第四大点重要 同学打三颗星 这第四大点打三颗星 画起来 你一定要熟练写字要工整流畅 还有答题的技巧 千万不要忘记 你法组的高分来自白子黑字的加总 换言之 同学如果你现在写字速度又慢又丑又潦草 又像鬼画符人家看不懂 那我跟你讲 你在生论题这类科绝对吃亏 所以写字要又快又狠又准 所以一定要练写字 这样看吗 所以第四大点老师在念一遍 要熟练文字的工整流畅 那有的同学文字工整流畅全部都具备了 字体很漂亮 但是读书的时候他看到考题他都会 但是叫他写字的时候突然他写不出来 所以也要练习写字的答题技巧 所以同学这要双向进行 第一个写字要流畅 字体人家看得懂 不用超漂亮字体 只要人家可以轻易看得懂就好 再来答题技巧也很重要 OK 所以不要忘记分数来自白纸黑字的家总 这样可以吗 好可以之后来第五大点 就是熟悉本班系法案组织法课程老师的进度 所以同学配合我就好了 第六个 熟读一本最具权威的法组教科书 同学我们就用我们这本课本就够了 那等你这个课本全部通通读完 来我们看一下底下四参考数目 你再去参考石庆浦江世民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久令曾经呢 他拿到大奖的时候呢 在那个讲台上他讲了一句话 谢谢曾经很不看好我的人 谢谢你们给我很大的打击 让我一直很努力 努力到现在 让我终于拿到金曲奖的大奖了 OK 所以同学 勉励各位同学 也许现在你在听老师这堂课的时候 你已经落榜了一次 两次三次 甚至好多年了 但同学 真的 考试有时候还是要靠一点运气 但是考试也要有一点技巧 这个技巧老师会在课堂中 慢慢跟各位同学分享 但是呢 有时候同学我们考了第二年第三年 你就撑不下去了 因为有的人就是受不了人家嘲笑他 看不起他 改助衰 但是呢 有的人就是因为有人去否定他 嘲笑他 才给他更坚毅的力量 这就是蔡依林 所以老师再讲一遍 谢谢曾经很不看好的我的人 也谢谢你们给我很大的打击 也就是因为有你们 让我不服输 让我不放弃 一直努力到现在 而最后我现在已经登上了天后的位置 OK 所以同学你看你再看下个图形 酒令说了一句话 这是有一个杂志去评比这个酒令 酒令不是天才 酒令它是地才 什么意思 天才就是有99分的天 那个知子 他只要一趴的努力就成功了 同学 我很多学生确实真的非常聪明 有时候我法律课程 相关概念只要一点到 他就通 但是有的同学真的听了好几遍 他还是不通 所以酒令就是属于这种听了好几遍 也是不通的人 他是地才 但是这个地才的才要加个才是要靠他每天不断的练习 努力不放弃 OK 所以同学 如果法院主持法这门课 常常是你考上四等法警或三等书记官的一个障碍 那没关系 这门课配合我一下 看看是否有办法让你真的变成底才 但是你要去努力的配合老师的课 要多翻书 我也会教你怎么去读书 这样可以吗 所以同学我们再看回上一个这个相片 所以同学很不看好你的人 给你打击的人都在你身边 同学 你们应该心里很有感觉吧 我知道很多同学考国家考试落榜之后呢 就会像鸵鸟一样躲起来 不敢让亲朋好友知道 也不敢跟他们碰面 为什么 因为一碰面 他们就是要问你考的怎么样 比如说隔壁的阿晋跑来问同学了 阿比啊 你今年国家科学你科学了如何 同学隔壁的阿晋 对面的阿伯 阿比啊 你不是说你要做国家的国家人员吗 你不是说要科学吗 你科掉了吗 同学 很多同学经不起这样的问 尤其在他落榜之后 旁人的眼光在看 或是嘴巴在问 结果他自己击垮自己了 同学何必呢 我们人活着短短几十年而已 为何要活在人家的眼光之下 可是老师他在嘲笑我啊 他在看不起我啊 他在打击我啊 我受伤了 你受什么伤啊 同学今天上完我的课 如果在遇到隔壁那个无聊的阿晋 对面那个一直挂不掉 我在讲什么 对面那个一直挂不掉的阿伯 同学他生命太长所以人很闲 我喜欢对你讲一些闲话 同学他们在问你 阿伯啊 你今天有科掉吗 其实他们都已经探听出来 你没考上 他故意这样问你 要给你重重的一几 因为人生的乐趣不就是在这里吗 好同学听完的课 你要怎么回答 你要看着 用坚毅的眼神 看着隔壁的阿晋 看着对面的阿伯 同学那个坚毅 坚毅的眼神 带着充满希望的眼神 然后你说 阿晋 我跟你说 同学声音要像我这样 阿晋 我跟你说 同学这个声音要有信心 你看 同学你跟他说 你看 你的手就指着远方 那同学 那个阿晋 跟那个没了的阿伯 就会随着你的手 看着那个远方 他们就这样看 远方没什么东西啊 然后你就继续说 你看 指着远方 只要我老烈 不要放弃 只要我努力 不要放弃 一直走下去 我相信 坚持到最后 我担对的客丁 有没有 所以同学 你遇到人家想羞辱你 你更要用这种反差的动作 去回击他 让他觉得好无聊 我本来想要中错你 怎么让你信心 更发自更多的信心呢 所以同学 手指着远方 你看 我相信 只要我一直努力 我担对的客丁 有没有 那那个阿晋跟阿伯 他就会索然无味的 就离开了 下次他不会再问你了 因为他觉得嘲笑你没有用嘛 只是他们索然的离开之后 我们内心有个低估 内心有的OS 什么OS 这个孩子可怜啦 磕死磕死磕死磕 好 来 了解之后呢 来 我们再看下一个相片 来 第二个 当你的心是满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你不需要再去跟别人比较了 所以同学我说过嘛 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 你何必在乎别人看你的眼光 活着像自己 活着对自己负责就好 人的一生中没有错 成败论英雄 但是你在准备国考的这个过程 你也可以看看 你体验了不同的人生 你也体验了那种压力 你也体验了那种庞然的一个失措 有没有 这个中的喜怒哀乐 你都体验到了 这不就是人生最值得的 这一招吗 OK 所以同学 第二个相片里面 不要去跟别人比较 好吧 所以当你的心是满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你不需要再去跟别人比较 同学看版面 哇 好漂亮 尤其他的香肠嘴 Sexy OK 好 同学你自己想想 这个香肠嘴 有没有 每次我看到这个香肠嘴 然后酒令在那个 摄影棚里面 那他也会插那个什么 插那个油油的 那个就是胭脂 那个嘴唇膏 有没有 然后摄影棚里面 苹果光打下来 反射到酒令的 这个 这个油油亮亮的嘴唇 同学 你知道让我想到荧幕 我们中秋节不是烤肉吗 那中秋节 烤肉的时候 月亮是最大最圆 月光最大的时候 那我们再烤香肠 香肠烤到一定的火候 里面的油就会冒出来 在香肠的表面 配着这个皎洁的月光 这样反射下来 我就想到他的香肠嘴 Sexy OK 好 来 那我们最后第三个 好 来 我念一遍 我常常要求自己 比别人要求我还要多 所以当别人告诉我 你哪里做不好的时候 我就会很难过 因为我居然没有比他们早发现 你看 这就是对自己的期许 OK 好 那这边理解完之后呢 来到12月 我们重点来了 所以从80年 民国80年 这个法院组织法的考古提醒 老师就收集给各位同学 那当然 将来我们的课程里面 会常常回来 这些历届考古提醒 因为老师有副解答在上面 而且重点跟老 跟同学偷偷说一句话 有些解答 其实是有缺陷的 上课我会叫你补起来 好不好 所以有些同学没上我的课 拿这个课本 它的功力其实是减半的 但同学 有些解答 我会在课堂上 用我的嘴巴说 你就把关键字 key point 写在旁边 那考出来 你绝对比人家 还要多一点分数 好吧 随同学 这整个历届考题 也是我们 必须要去知道 了解的 因为它很重要 ok 好 所以到这边 大致上就是整个 法院组织法 我们要进入课程之前 我们的分析 那将来 也会跟各位同学分析一下 考试的技巧 国考的准备 还有法组如何去读它 这个我们都会在 都会在课堂上 一个一个做说明